这是一部能让所有人都感受到爱的卵心电影 《亲母瓜之味》 1951年在越南西贡 乡下女孩小梅走了一天 来到大户人家做女佣 而女佣按理来说都是非常辛苦 并且不受待见 但小梅虽然辛苦 可却乐此不疲 因为这户人家的太太非常善良 而且小梅长得很像她已经去世的女儿 所以小梅总能得到太太更多的照顾 小梅眼里总是透露出年少的青春和活跃 而太太眼里总是透露出悲伤和无助 因为太太其实并不快乐 她是这家里的顶梁柱 靠着一间布店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而老爷是一位风流没有责任感的顽固子弟 但却非常乐爱乐器 有时候抱着乐器弹奏就是一天 而小梅房间的窗户对面就有一棵木瓜树 听着老爷弹奏的琴声 她内心仿佛藏有什么心事一样 而第一轮下来的木瓜树 就有了和我门一样 暗示着小梅内心的激动 在这个大家庭里 小梅是幸福的 除了偶尔需要面对小少爷的捣乱 她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家务就可以了 可每次她都做了好多 而且从没有抱怨过 这平淡的生活 直到小梅见到的大少爷朋友洛涵后 就彻底改变了 这位帅气的少年一下子就俘获了小梅的心 不久 家里就传来噩耗 老爷第四次将家里的钱全给偷走 看着被掏空的手势盒 太太在小梅床前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她越发地觉得 小梅就是自己的亲女儿一样 太太不一样地照顾 小梅也能感受到 她经常注视着去世的女儿遗照 看着这位跟自己有点相似的女孩 她种子不自觉地陷入了沉思 有一天 小梅像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并且亲自下煮做菜 只因为今天诺涵要来家里做客吃饭 小梅端着饭菜与诺涵对视了一眼 惊奇一眼 小梅就感觉自己所有的准备都是值得的 家里的日子渐渐地毫了起来 可那位毫无作为的老爷却回来了 她花光了偷走的钱 带着一身重命回到了这个家 为了给老爷治病 太太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变卖了 可老爷依旧走了 老爷的去世对太太来说 有如自己的宝贝被人打碎了一样 因为不管老爷多渣 她都是自己的丈夫 转眼十年过去了 小梅已经长成了一位美丽的少女 但是眼里透露出来的 依旧是年少的青春和活跃 而这十年以来 太太彻底地将小梅视如己出 可在大媳妇的刁难与家道中落 为了节省家里的开支 小梅被送到了洛涵家里当女仆 而这次离开 对于小梅来说 内心即使然受又是心动 而离开时 太太送给了小梅一套红旗袍和一套金项链 洛涵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 整个家里紧逼辉煌 而来到洛涵家的小梅 却不敢和洛涵搭话 那是因为洛涵有了未婚妻 她穿着西式而且奔放 整个人也是非常活泼 她经常在洛涵安静演奏时突然打断 感觉自己的调皮会给洛涵带来快乐 而相反小梅 她无论何时都不会发出任何声响 因为她害怕 洛涵知道自己喜欢她 每次养人不在家的时候 洛涵就会穿上太太送的红旗袍 像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一次 她偷偷用着洛涵未婚妻的口红 擦拭了自己的嘴 却被洛涵给发现了 她犹如受到惊吓的小鸟落黄额桃 因为她一直认为在洛涵面前 自己只是一位小丫头而已 在不经意壮见的一男一女 小梅说着自己的身体 偷偷看着洛涵 不久后 作风大胆的未婚妻 被修了 因为洛涵明白 自己真正爱的人 是善良传统的小梅 她们生活 没有那种作风大胆的调戏 有的 只是柔情似髓的对话 两人安静地坐着 在她面前 女人永远都是保持着微笑 当爱的结晶诞生后 两人安静的爱 足以天荒地老 故事 结束 两人的爱 就像挂在树上的情母瓜一样沉淀 需要将它剖开 才能感受到里面 早已饱满的爱 有时候 爱不需要轰轰烈烈 安安静静 依旧能享受幸福的时光 我们嘴里总是练刀着 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爱 但其实 大部分人的内心 都是憧憬着 淫静的爱 小梅 没有女人所谓的性感 没有女人所谓的妖艳 却有着别的女人 所没有的宁静 我是少年 这里的节目 没有别人搞笑 没有别人的精彩 但却有着 比别人更用心的解读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关注 你们的支持 就是少年前进的动力 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少年电影 大家们下期再见